十幾名醫護全套防護裝備替開車前來的民眾篩檢 現場也有不少騎機車或是雙載的人 高雄市政府在岡山巨輪路上設車來速 免下車就能篩檢 避免群聚和排隊耗時 加速社區篩檢量能 因為高雄十一日加十三 足跡大部分在岡山地區 殺死場跟家庭的一個群聚 這個案例 算是總共是二十例 高雄疫情受到關注 目前兩條傳播鏈 其中一個是案19530從中國入境 疑似在防疫旅館遭同樓層 高雄港確診對象傳染 傳給媽媽姐姐和姐姐男友家人 連同家人工作的殺死場 老闆一家四口確診 員工染疫甚至擴散 老闆姐姐姐夫和員工家人 一整串累積二十人確診 但另一條跨線是五姐妹的傳播鏈 感染源人不明 五姐妹當中四人陸續發病 新北高雄屏東都有 疫情升溫讓屏東火車站前 隨到隨打的莫德納疫苗搶翻了 原定早上八百個名額 有人天還沒亮就來排隊 早上九點看到的人潮 全是要等下午號碼牌 五姐妹跨線是旅遊 家族聚餐的感染源人不明 騙及全台相關單位當地居民 小心應對 三立雄 朱俊傑 徐士廷 賴筆箱 屏東 高雄報導